沙巴变天哨声四起 明星党议员在国会爆料指 有一号人物现意拉拢议员跳槽 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沙菲伊阿达 今天出面辟谣 强调所有行政议员和执政党州议员都支持他 沙巴州政权固若金汤 更谴责有心人可以放出沙巴政权不稳的风声 试图影响州政府施政 沙巴州酝酿变天的消息甚嚣尘上 来自执政联盟的多名议员爆料 近来有人主动联系他们 游说他们离开民心党 令主新的沙巴州政府 首席部长沙菲伊今天打破沉默 对外界的变天说法不屑一顾 强调沙巴州政府是一个稳定的政府 执政党拥有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议席 触请人民不要听信别人刻意散播的假消息 我认为我当然有些人肯肯购买 足够是足够了 人肯不想要购买了 他们不是购买了 我认为这种类型的文章 我们有这里 如果我们相信在选择的 国家的国家 我们有政府的法律 民心党时邦家国会员阿基斯星期四在国会公开表明 有人代表一号人物说服古党毛绿议员穆利娜跳槽 沙菲伊表示议员已经陆续报警 希望执法单位采取行动以正视听 这名民心党党魁也表明 他厌倦政治青蛙的歪风 考虑在沙巴州落实反跳槽法令 杜绝这种不良的政治风气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